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黄龙梦》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假云心下自私 素日尼尔虽然是泼皮无赖 却因人而始 泼泼的有侠义之名 若今日不领他这情 怕他扫了 到孔生时 不如见了他的 改日加倍还他 也道罢了 想必笑道 老二 你果然是个好汉 我何尘不想着你 和你张口 但只是我见你所相遇 交接的 都是些有胆量的 有作为的人 所以我们这等 无能无力的 你倒不理 我若和你张口 你岂肯借给我 今日既蒙高情 我怎敢不领 回家案例写了文约过来 便是了 尼尔大笑道 好会说话的人 我却听不上这话 既说 相遇结交四个字 何故放账给他 使他的利钱 既把银子借于他 图他的利钱 便不是相遇结交了 闲话也不必讲 既肯倾木 这是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 便拿去质买东西 你要写什么文器 趁早把银子还我 让我放给那些有指望的人 拾去 贾元听了 一面接了银子 一面笑道 我便不写罢了 有何着急的 尼尔笑道 这不是话 天气黑了 也不让 让茶让酒 我还到那边有点事去 你尽请回去 我还求你带个馅鱼设下 叫他们早些关门睡吧 我不回家去了 倘货有要紧事 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 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 一面说 一面猎切着脚儿去了 不在话下 且说贾元偶然碰了这件事 心中也十分稀罕 想那你二倒果然有些意思 只是害怕她一时最终慷慨 到明日加倍地要起来 便怎出 心内犹豫不决 忽悠想到 不妨 等那件事成了 也可加倍还她 想必一直走到 隔前铺里 将那影子撑一撑 十五两三钱 四分二厘 贾元见你二不撒谎 心下越发欢喜 收了银子 来至家门 先到隔壁 将你二的信 烧了与她娘子之道 方回家来 见她母亲自在炕上 沾线 见她进来 便问 哪去了一日 贾元恐她母亲生气 便不说起普世人的事来 只说在西府里等连二叔的 问她母亲吃了饭不曾 她母亲也吃过了 说留的饭在那里 小丫头子拿过来与她吃 那天已是掌灯时候 贾元吃了饭 收拾歇息 一宿五花 次日一早起来 洗了脸 便出南门 大乡铺里买了冰舍 便往荣国府来 打听贾连出了门 贾元便往后面来 到贾连院门前 只见几个小丝 拿着大膏 条扫在那里扫院子呢 忽见周睿家的 从门里出来叫小丝们 先别扫 奶奶出来了 贾元忙上前笑问 二婶哪去 二婶哪去 周睿家的到 老太太叫 想必是踩什么尺头 正说着 只见一群人 促着凤姐出来 促着凤姐出来了 贾元深知 凤姐是洗凤尘上牌场的 忙把手逼着 公公敬敬 抢上来请安 凤姐连正眼也不看 人往前走着 只问她母亲好 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 贾元道 只是身上不大好 道时常记挂着绳子 要来瞧瞧 又不能来 凤姐笑道 可是会撒谎 不是我提起她来 你就不说 她想我了 贾元笑道 侄儿不怕雷打了 就敢在 长辈前撒谎 昨儿晚上还提起绳子来 说婶子身子身的单薄 说婶子身子身的单若 事情有多 亏婶子好大精神 尽料理的周周全全 要是差一点的 早累的不知怎么样 早累的不知怎么样呢 凤姐听了满脸是笑 富有的便指了步 问道 怎么好好的 你儿们在背地里 交起我来 贾元道 有个缘故 只因我有个朋友 家里有几个钱 先开相扑 只因她身上捐着个通派 请儿选了云南不知哪一处 连家眷一起去 把这箱铺也不在这里开了 便把账户攒了一攒 该给人的给人 该剑发的剑发了 像这戏贵的货 都分着送于清盆 她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设箱 我就和我母亲商量 若要转卖 不但卖不出原价来 而且谁家拿这些银子 买这个做什么 便是很有钱的大家子 也不过十几个 也不过十个几分几钱 就挺折腰的 若说送人 也没个人配使这些 倒叫她一文不值半文转卖了 因此我就想起婶子来 往年间我还见婶子 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 别说今年贵妃宫中 就是这个端养节下 不用说这些香料 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 因此想来想去 只孝顺婶子一个人才合适 方不算糟蹋着东西 一边说 一边将一个锦匣举起来 将一个锦匣举起来 凤姐正式要办端养的节礼 采买香料药的世界 忽见贾云如此一来 听着一篇话 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 便命风儿 借过云哥的来送了家去 交给平儿 云友说道 看着你这样知好歹 怪到你叔叔常提你 说你说话也明白 心里有见识 贾云听这话入了岗 便打进一步来 故意问道 原来叔叔也曾提我的 凤姐见问才要告诉他 与他管事情的那话 便忙又止住 心下想到 我如今要告诉他那话 道教他看着我 见不得东西似的 为得了这点子香 就问许他管事了 吉尔先别提起这事 想必 便把派他监种花木工程的事 都隐瞒得一字不提 随口说了两句淡话 便往贾母那里去了 贾云也不好提的 只得回来 因昨日见了宝玉 叫他到书房 叫他到外书房等着 贾云吃了饭便又进来 到贾母那边 移门外起 散 散摘书房里来 只见裴鸣 除药两个小丝下巷棋 未夺车正半嘴 还有影拳 扫花 挑云 半鹤 四五个 又在房檐上 掏小圈儿玩 贾云进入院内 八角一跺 说道 猴头们淘气 我来了 众小丝看见贾云进来 都才散了 贾云进入房内 便坐在椅子上 问宝二爷没下来 裴鸣道 鸡儿 鸡儿总没下来 二爷说什么 我替你烧炭烧炭去 说着便出去了 这里贾云便看字 便看字画古玩 有一顿饭功夫还不见来 再看看别的小丝都玩去了 正是烦闷 只听门前 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 贾云往外喬食 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 身得倒也细巧干净 那丫头见了贾云 便抽身躲了过去 恰直 陪鸣走来 见那丫头在门前 便说道 好好 真抓不着个信 贾云见了裴鸣 也就赶了出来 问怎么样 裴鸣道 等了这一日 也没个人过来 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 好姑娘 你进去带个信 说郎上的二爷来了 那丫头听说方知是本家的爷们 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 吓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 听那贾云说道 什么是朗上朗下的 你只说是云二就是了 半晌 那丫头冷笑了一笑 依我说 二爷尽请回家去 有什么话明儿再来 今儿晚上得空 我回了她 裴鸣道 这是怎么说 那丫头 那丫头道 她今儿也没睡宗教 自然吃的晚饭早 晚上她又不下来 难道只是耍的二爷 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 不如家去 明儿来是正经 便是回来有人带信 那都是不中用的 她不过口里硬着 她倒给带了 贾云听这丫头说话 简便俏理 但要问她的名字 应是宝玉房里的 又不便问 只得说道 这话倒是 我明儿再来 说着便往外走 裴鸣道 我倒茶去 二爷吃了茶 再走 贾云一面走 一面回头说 不吃茶 我还有事呢 口里说话 眼睛瞧那丫头 还站在那里呢 那贾云已经回家 至次日来至大门前 可巧遇见 凤姐往那边去请安 才上了车 见贾云来 便命人换主 隔窗子笑道 女儿 你竟有胆子 在我的跟前弄鬼 难怪你送东西给我 原来你有事求我 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 说你求他 贾云笑道 求叔叔这事 婶子休提 我昨儿正后悔呢 早知这样 我竟一起投求婶子 这回子早完了 谁承望叔叔 竟不能的 凤姐笑道 难怪你那里没成 昨儿又来寻我 贾云道 婶子辜负了我的孝心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若有这个意思 昨儿还不求婶子 如今婶子既知道了 我倒要把叔叔丢下 少不得求婶子 好歹疼我一点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